好来看看现在谁产兮兮 蛋农啊真的要哭哭了 日子真的不好过 结果我们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他老兄还是非常的淡定吗 这很多网友的留言 来看看最近的鸡蛋的价格 在先的争议 很多人说缺蛋啦 蛋价会不会涨呢 好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呢 他说他不会涉入价格的协调啦 不干涉啦 但真没干涉 还是假没干涉 还是偷偷生了一个黑手 进去干涉呢 好来看看原本的产地淡价 产地价从40.5元一台金 要涨到43.5元哦 批发价也要从原本一台金 50元涨到53元哦 好这个价格也将会 如果成真的话 会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新高记录了 但是告诉大家 这个风声消息一走漏 不到两个小时 火速价格又调回来了 背后谁给了压力啊 好真的有尊重市场机制吗 看不见的黑手在哪里偷偷的去干预了吗 来看的是呢 很多人就说天哪 因为呢这有人来介入啦 协调反正最后呢 汤圆搓一搓最后又不涨了 又不能涨了 好来听来看的是中华经济跟金融协会 副秘书长曾志超 他就说 现行的鸡蛋产地的价格的决策 怎么决策呢 号称啊 哇这个决策过程哦 很周延哦 涵盖产业链啊 各个环节啦 人是都有在里头共同决定的啦 但真的是如此吗 好农委会对部分单位 其实根本有人事权 换句话说 好秀秀翻成百话文 就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专业的人士 农委会可以决定谁当这个专业人士 人不就你找的 那这些人的决定 不就是你的决定 这个不需要直接涉入会议嘛 下面都是他的人呢 只要透过他的影响力 你就直接干预了 农委会不惜破坏市场的机制 也要把弹价给压下来 背后原因是什么 就是要掩饰他们自己的鸡蛋政策 根本两个字 无能啊 束手无策嘛 没办法嘛 只能压人家价格 没其他招了 好当然呢 这个弹商都很不高兴 那当然 那你介入人家市场机制嘛 人家原本要涨的 你又不让人家涨 来看的是呢 这个来看 谢龙介就说了 陈主委的续任 他听到的这个马路消息 真的是让很多务农的朋友 大坦日子真的不会太好过啦 苦日子啊 要继续了 当然呢 来看看的是呢 这个他就说春节期间 跟很多务农的朋友都有聊天啦 他们都跟他表示说 以为陈主委会在内阁改组之后 下台一鞠躬 拜拜 结果呢 还在位置上好端端的 人们以为这个一鞠躬 如果真的走了之后 能够改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的一个困境 殊不知 陈主委 续任了 位置做得好端端的 让务农的朋友纷纷大叹 接下来日子真的不会太好过 而且他还说 谢龙介说 农委会你不肯帮忙 帮忙就算了 结果你不想帮忙 你也不让人家民间的NGO团体 有能力的人去帮忙 自己不帮 也不让别人帮 面临继续栽种 还是砍掉重练这个艰难抉择 他呼吁 他希望陈主委能够放下他的意识形态 跟他一直花大钱 砸大钱所成立的所谓的外销国家 对 或是只会喊出什么 班班有时班 这种夸大不时的口号 你不如亲自 你赶快你来嘛 你来 你来好不好 你就来台南 来一趟 实际第一线 你了解一下 大家农民真正遇到问题 到底是什么嘛 现在来看看的是 彰化的蛋商也说 台湾已经面临非常多 很复杂的问题 极端气候 禽流感 缺鸡又缺蛋 农委会你严重介入爆盘 原本市场机制要涨 农委会跳出来说要稳定蛋价 痛批 蛋价涨不涨 不是蛋商跟你农委会 说了就算 没说没有介入啊 根本是四个字 就是诈骗集团 台湾这回嘛 优秀以来 最严重的 情流感 因为我们 气候 我们这 这个过年前 到现在 这个 这个温差 最大的 作成 台湾优秀以来 够了希望 最大的一宗 所以 这宗的贪人 比过期 翁年 又 竟然 加过 那一 严重 目前市场 仅仅二十斤的 会加凌補 是八百十块 其实市场已经 钓到一千一块 统统钓不到介绍 这个 丹山工会 跟我们三郎的代表 在10月3天前有开会 说 这个 这些 已经都市场 都没两了 减两 减才严重 是不是 我们介绍 要钓装一个 要钓装三块 本来 新闻已经 发表说 要钓装三块 结果 两点前 农委会 涉入 爆盘 就是说 他要稳定物价 这个介绍 不需要 滑下去 就是 要移行 我们三郎 这样 要 他就代表 稳定物价 来移行 三郎 市场 本来就是 要回归 市场机制 是不是 他们介绍 不是 我们三郎 决定的 也不是 你农委会 就决定 市场主动 决定 介绍 两人已经 欠着严重 你介绍 还不上当 家庭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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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清楚 那天是 晚上 还有这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 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 大家一定都很有感 最近出去买客户 怎么 这个价格 看一看 都涨价了 怎么办 但我们的薪水 没有涨 怎么办呢 民众感到生活 真的很不容易 不过有网友 最近在超商逛逛的时候 发现 价上的牛奶 这个牛奶 不止没有涨价 还挂了特价 很反常 这样的一个标签 让很多人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 没有涨价 别的物品 很多品项都在涨 牛奶就不涨 还特价 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带您来看看 超商人员 把一箱箱新鲜到货的牛奶上架 万物起涨 唯独牛奶架上 却标示特价 近日有网友到超商买牛奶时 意外看到 家庭号架上的牛奶 都挂起了特价标签 算下来比原标价 便宜了快20元 在网路发文 引发网友热议 天气也冷 家长也不会让他喝那么多 因为那个加热 有时候会破坏他的营养 所以买的比较不多 但100多 然后变99 或是买两件 然后打9折 可能产量过多吧 有网友留言 天气冷 真的不会想喝牛奶 也有网友说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只要天气冷 喝牛奶就会肚子痛吧 还有人说 牛奶就跟手摇一样 夏天卖得好 冬天就是淡季了 实际来到超商 像是瑞士鲜乳 原价179元 现在售价170元 打95折 另一间超商 也推光泉鲜奶 任选两件8折 专家表示冬天比较冷 民众不习惯喝冰冷牛奶 买期少 加上是乳牛产乳量的 盛产其通路品牌会降价促销 民众就能抢便宜 记者周天杰 陈霖安台北采访报道 好David在我们的子评问说 是过期的牛奶吗 人家没有过期了 人家是正常的好不好 只是因为冬天少人购买 在促销 隐藏人物说冬天 因为比较少人买啦 陈诗宏说还好牛奶没有长 鲜奶是她的最爱 米优说我不用等到天气冷 一喝就痛了 当然呢最近的确很多人 这里头那里痛生病了 没有错疫情还在爆哦 虽然是有趋缓的趋势 但是还是这个都是 多多少少身边 可能你身边 他还是会有人 中了这个新冠疫情 其实呢本土的病例数 虽然已经连续五天的 来GB同一期来 前一周的同一期来的下降 不过呢指挥中心已经宣布了 等一下马上就要宣布什么 口罩第二阶段的松绑的细节 指挥官王毕胜也提到 不会立刻来实施 会留一段的缓冲期 要再观察一下下 救护车将病患送到医院急诊室 卫福部公布八号急诊等待住院人数 林口长庚一百三十五个人 高雄长庚一百一十四个人 台大医院达到八十九个人 医师侯重光表示 农历年节长达十天 加上低温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持续增加 全国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急诊室 一直呈现塞爆的状态 预计下个礼拜才会舒缓 专家担心室内口罩禁令松绑会有风险 急诊加护病房 可能这方面相关的病人也会增加 所以目前讲这方面 双方面的危险程度 可能都要考虑到 医师求证群表示 目前不止新冠疫情 其他呼吸道心血管肠胃炎 腺病毒肠病毒病患都很多 上个礼拜十六万人腹泻就诊 通报三十四期腹泻群聚 高于去年同期 这波病毒型肠胃炎 快速在家庭和校园传播 由于本土病例连续五天 比上一周同期下降 传出指挥官王毕胜 将在九号记者会公布口罩禁令解除 预计二月二十号松绑 分成三种强度管制 包含强制自主和建议 原则上校园室内将自主决定 是否佩戴口罩 预计三月六号上路 校园全部上课都不戴口罩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 这个大量的这种这些感染 工委学者程秀琪表示 国内免疫保护力百分之五十五 必须要达到百分之七十 才能够降级解封 但是其他专家有不同看法 室内口罩禁令将解除 但是医疗量能吃紧 专家也认为恐怕会增加解禁之后的风险 记者余盛行王一仲台北报道 人类超美的 接下来这个超热闹的 就是苗栗拱天宫白沙屯妈祖 在十二号凌晨即将起驾静香 庙方寻网力举行要放头期的一个仪式 目前告诉大家报名人数 这个标新高高达十一万多人 再创新高 据中央不是要公布室内口罩松绑细节吗 庙方怎么说呢 他们说还是会请信众 静香时要尽量戴口罩 另外也有防疫组会在队伍后方来进行消毒 深夜十一点多 信众聚集苗栗通宵拱天宫 见证一年一度 静香放头期的仪式 放头期同时也象征正式揭开 妈祖静香的序幕 白沙屯妈祖十二日凌晨即将起驾 九天八夜行脚跨越四线市 来回要走四百公里 最新统计报名已经高达十一万三千两百二十一人 参与人数再创新高 疫情解封让静香人数大幅成长 室内戴口罩的政策可能也将松绑 十一万人同场还能怎么防疫呢 庙方仍有所准备 防疫在放宽 民众有人还是认为口罩不离身较安全 而粉红超跑将领着十一万多名 香灯角徒步进香 盛大长面也将为白沙屯妈祖进香文化 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记者彭志明 杨胜旺诗涵 苗栗采访报道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